上海市餐厅在世界杯赛事期间拉起大一幕 提供客人一边用餐一边看球 一起感受球赛热闹氛围 日本队在卡达世界杯赢了德国西班牙等传统强队 韩国队在小组赛胜葡萄牙队后晋级 媒体纷纷以暴冷来形容赛事结果 却让许多中国人问他们可以 中国人为什么不行 他们踢不进去已经是间 对我来说是些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习以为常的事情 特别是中国从小的一个教育理念 可能就是读书 包括家长的一些教育理念来说 他们也不是很赞成 中国球迷认为其他欧美或是亚洲国家 体制有利于促进体育发展 在中国最看重的是读书学习 虽然说德制体要全面发展 可是体没有完善的体制去鼓励 缺乏良好清讯系统等 难以养成足球文化结构 体制问题阻碍了优秀足球员的孕育道路 中央世界利亚文上海报道